最后的大师,叶启孙和他的时代,作者,行军记,第六章,助推专家致孝,第一节,1930年5月20日晚上,清华园里突然喧闹起来,大礼堂里走出的学生们呼喊着口号,在摇曳的灯光中呈现出剪影的效果来。 自此,驱逐罗嘉伦的活动,拉开了序幕。两天后,罗嘉伦宣布辞职,清华园一世出现了巨大的真空。 自周一春后,清华园里的长啸之争,就以愈演愈烈的方式,引人注目。 水墓清华,清人因照莲形容他坎外山光丽春夏秋冬万千变幻,都非凡境,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,去来,淡荡巡视先驱。 这样一个诗意的所在,如果深入他的内部,也可说他同样是中国社会的缩影。 这之前,清华园陆续有过官僚政客党人致孝,那么,长孝者能不能真正出现专家学者的身影吗? 叶启孙为此不遗余力地纷争着。 早在1927年,还是曹云祥长孝时,叶启孙就主张去曹筑梅,由梅一起长孝。 11月8日星期二,情,尚客如横,尚无九杠食堂得远来,又养如今来。 而叶启孙寒昭,乃于11杠12,往其宅中相见。 叶启孙不住曹,而推眉为校长,以梁为董事长。 孤敬待之。 无秘日记,1925-1927卷,第432页。 在清华园,叶启孙大概是第一个也是最早推举梅一起长孝的。 但彼时叶启孙人微言轻,他的这声呼喊,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。 倘若没有,无秘日记,记载,这道最早的痕迹,几乎不为人知。 清华早期,据说寄于清华校长宝座者,大有人在。 世人曾约略分支为北大派、南开派、东南派、外交部派、教育部派、北洋派、直立派、清华派等等。 等曹云祥去后,诸多派系里,除少了北洋直立外交派外,国民党欲控制清华的力度加大。 各高校,想染指清华的欲望也在增加,即使清华原少壮派里,也因为出身不同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。 钱端生被人称之为北大派。 虽然他曾是清华生,却不如叶启孙那样正宗,他是插班生,且刘美回国后,第一任职单位是北大而非清华。 因此,他带有浓厚的北大味道。 钱端生是北大在清华的一颗种子,为此时尚未发芽。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,第七十九页,钱端生立主胡适来清华长孝。 他曾向胡适说,我们绝不能让郭,秉文,哎,想来想去,最妥当的办法,是劳你的架。 他向胡适表示,倘若能来,他可充当内应,击鼓为号,我们的人数不多,但亦有三分前势力。 你尽管开刀整顿,我们一起人,一定竭力地帮助。 但是,胡适却在他的信上没批道,我愿意考虑你的提议,却十分不愿意,你去设法宣传。 胡适是愿意来清华长孝的。 但他不想击鼓为号,不想通过私下运作的手段,入主清华。 他想堂而皇之,明媒正取式地来到清华。 可惜曹云祥此次没有走成,胡适入主清华的事情,也就耽搁下来。 朱军义 杨公碧被人称之为南开派。 杨公碧因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,对南开出身的人,总是怀有深深的相情。 而朱军义却是浙江人,也没有在南开学习工作的经历,大概是其与张鹏春私交甚厚,走动较多,故被人称之为南开派。 南开派在清华初期是外交部派的一张牌,因南方的黄炎培,陶行之,郭炳文都对清华充满兴趣。 陶行之曾以良达笔名,在其主编的《新教育》杂志上攻劫清华,说在外交部管辖下,清华既无成就可言。 他发动全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,集体为清华好卖,然后开出药方,来管理清华。 陶行之甚至利用到清华开会的机会,在学生中进行演讲,指出,清华何以屡屡一让南开,主要原因是,外交部一些官僚,想以此来消弭东南大学集团的声音。 但是,朱,杨等人并没有太大的作为,不管是曲张运动时,还是排几枚一骑时,均无多少剑术。 而陈英克,曾力推梁启超长校。梁启超早在曹云祥第一次辞职时,就已表示愿意出任清华校长。 《无秘日记》中,曾有三次类似表述。 1925年11月23日,星期一,晚,傅庄宅,又携张访良人工,王文显,良怨人校长,王为此事全息于外部当局之一死云。 1925年11月24日,星期二,晚8-9得减昭,夜良任工。 良慎院旧校长,寻校中内情甚息,但你已于绍送任机要主任。 又云此事如绝半,已得众数同意。 又云,胡适可聘来研究院云云。 1925年12月16日,星期三,5-6以良人工昭,王。 谈校长问题。 良怨出任校长,一,一,维持现状,二,不改政策,出扬等,三,尊重张仲术地位,为方针。 秘拟,即以调人自居,劝逼张仲术加入,一致推代良任工。 1927年岁末,当清华元再次出现校长问题时,陈寅客主张良起超长校,晚7-8,访陈寅客,谈校室。 寅客立主良任工长校,远胜于曹,并为他日渴望涉边一部,以密总其事云。 密则兼报悲观,恐良来而党徒遍布,屈奉者成群。 而我被置有一定宗旨及身份者,仍不能受之于当局尔,无秘日记,1925-1927卷,第430页,或许是洞悉了良起超预长校的内心,曹云祥表现出了不慎情愿的态度。 曹本人并非纯粹的官僚,但也非真正的学者。 办学非明师不成,因此,他聘请了民众一时的良起超,又破格聘用了陈寅客。 但是,此一时比一时,当良起超表现出对长校怀有超长的热情之后,他的另外的特质就显露出来。 中国官场的陋戏之一就是以书欲人。 数者之患在剑月,凡是身手要者,统统给予惩戒。 曹云祥请你良起超市来教书的,不是让你寄予校长宝座的。 我当得不耐烦了,可以愚人,这叫赏赐,你无端伸手,这叫剑月,该打。 这或许就是当时曹良之争的深层原因。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,曹云祥不同意良接手的理由,似乎是深谙教学规律的结果。 梁氏著名学者,名流,名士,但梁的社会活动伟是太多,他的心思能否全用在办学上。 另外,他的身体欠佳,常年生病,能否应付大学繁忙的政务? 须知,办大学非昔日办私塾,仅靠名气就能撑得门面,内中有许多切实琐碎的工作需要做。 而曹云祥的这些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吴密实际上也对梁启超能否当好校长,存有顾虑。 由此看来,曹云祥反对梁启超长校,在清华园内并不是鼓掌难鸣。 或许是以上因由,当外交部再次改组清华董事会时,曹,梁二人,都有些图穷比线的意思,用吴密的话说就是曹,梁乡斗之局,寓意暴露。 因外交部规定,校长有董事互选。 而梁启超当时在董事会排序,视为首位。 但梁启超却在改组会前宣称,除了校长绝不担任外,董事一职,以历史关系,总不能戛然也。 他的宣誓在曹云祥这里引起更大的猜疑。 曹分析,梁对清华校长一职是势在必得。 而今突然放出风来,怕是欲擒故纵之计。 既如此,不如借故把梁逐出董事会,让他彻底断了长孝的念想。 于是受益诸军义布局,在梁启超任职的研究院,寻找到一个叫王省的新生尚书评议会,说梁长期病假,误人子弟,又尚书外交部,说院中教员矿职,请求一人。 曹云祥故意将此函游印寄给梁启超,以及其自动辞职。 梁果然大怒,绝技拂袖而去。 不料研究院学生自发组织起来,到外交部为梁申诉挽留,并且要求撤换校长。 曹云祥玩火自焚。 1927年岁末,他向外交部提出辞呈。 曹梁之争,其结果是两败俱伤,操计去职,梁亦不得长效。 曹之后,继任者一个个真如你方畅霸我登场,幽呼闪过。 到了罗嘉伦任上,清华是成为真正的国立大学。 但罗身后的政治背景,使他很难与学人通力合作。 吴密就说,罗并不信任梅宜齐。 叶启孙等人,他因此也不必屈前,以采取观望态度云云。 罗嘉伦虽说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,但在任上,还是一众北大出身的教授。 比如,他任用杨振生取代梅宜齐教务长职,用冯友兰任文学院院长等等,尽管也是一时之选,但清华人仍不免侧目。 尽管他也尊重接受平一会的地位,但另一方面,又用国立清华大学条例,来限制他,制约他。 他虽然宣称我个人在党内不参加任何派别,但谁都清楚,若没有国民党的背景,仅凭罗嘉伦一级努力,无论如何,不会三十出头,就来清华原长校。 他文史不如当时的梁任公、陈寅客,树里不如叶启孙、雄庆来,哲学研究上比不过金月灵,以他的资质,能在清华大学当上一名货真价实的教授足矣。 正因如此,在清华原理,他的党人意识和主张学术独立,思想自由的清华传统,发生了深刻的对抗。 每所学校,不管大小与否,只要数十年上百年延续下来,都会形成自己特有的传统。 传统是一种气味,是用来区别族群的一种东西,它同时又是一种习惯,一种思维方法日积月累后所形成的定势,它更是一种审美观念和一种价值判断。 凡属传统,都和历史有关,你可以改变当下,很难改变历史。 自国民党史,就着手对清华的传统进行改造,尽管有其合理部分,却因主旨在驯服,因此收效甚微。 罗加伦用党国心仪,对清华实施纪律化、军事化、学术化、连结化的四化改造,也有说是连结化、学术化、平民化、纪律化,结果却遭到清华学生的普遍反感。 冯友兰总结说,四化中以学术化最成功,纪律化成绩平常,军事化则彻底失败。 罗加伦败走清华园前层,召集智囊冯友兰和郭婷怡等人商量,冯友兰和郭婷怡主张他辞职,以保全面子。 罗接受了。 所以,罗的辞职理由,除政治因素外,对清华的学风也很失望。 这是阎西山失败后,他一再坚持,不回清华的理由。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,第31-32页。 罗加伦深恶痛绝的清华学风,实际就是清华的学术传统。 罗加伦虽然大权在握,威风八面,但面对清华传统,也只能有汉山意,汉清华传统男这样的哀叹。 罗氏出走,虽由学生驱逐引起,另一原因还源于时局。 1930年1月9日,阎西山公开与南京政府决裂。 4月初延,冯臣失中原,5月初,蒋介石逝施讨伐,中原大战拉开序幕。 延,冯很快控制华北,北平亦在其掌控之下,曾为蒋介石幕僚的罗加伦焉有不走之力。 有史料证明,驱逐罗加伦的学生不全是为了清华学风,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受了煽动。 蒋庭福一说,当言,逢反对中央时,某些严是左右的学生煽动一次学潮,反对罗校长。 蒋没有指名何人,大公报就公开指名系北平清华校友会代表报名前所鼓动。 学生会领袖张仁杰,1931级经济系,说,起初没什么背景,等到罗校长走后,才有两位清华学长,任北大教授,的,来找我讲话。 问这次运动,是否希望请清华学长回来主持母校,我答是。 于是,这两位学长才提出乔万选。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,第三页。 乔万选于是进入清华人的事业。 乔万选,清华1919级毕业生,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毕业,或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,博士学位。 返国后任上海租界临时法院推示,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,中央大学法学院副教授,山西党政学院主任等。 从他任职履历上可以看出,他最后的落脚点已经复归正解。 他的真实身份是阎西山的幕僚兼乡党。 罗家伦走了。 他的戎装马靴,腾起的尘埃还没落尽,又一个党政大员偏偏而来。 清华元,难道这就是你的宿命? 叶启孙就生活在这样的宿命里。 自曹云祥史,叶启孙就把校长人选锁定在梅伊齐身上。 叶启孙并不是圣贤,也不是先知先觉,他的这种选择来自那个时代读书人的良知和价值判断。 陈寅客选择的是梁启超,前端生选择的是胡适,和叶启孙一样,他们锁定的校长人选都是学者而非其他。 他们选择的标准,实际上寄托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愿景。 但就三个人来说,似乎还略有不同。 陈寅客选择梁启超,除了真心福音任工的学士人品之外,还掺杂着帅性斗狠的成分。 实职曹云祥发难梁任工和国学研究院,曹所使朱军毅指挥新生王省投书屋告梁,企图挤走老先生,不料被众人识破,于是在校务会和平议会上遭到大家的公结。 曹、朱、王三人骑状极矩,无奈之下,曹只能金蝉脱鞘,而朱军毅也只能丢阻宝居,王省最惨,只能表演壮士断腕,牺牲自己,保全师长的面子。 在这种对方完全瓦解的态势下,陈寅克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,他主张学生王省,干脆到校务会和平议会上,把牢底全接出来,不要顾及朱,曹的面子,让大家快一恩仇一回。 面对他的这种态度,作为好朋友的,吴密就说他以催恶助嫌自豪,而义气感情,食嫌粽子,非其平日冷静之态。 吴密日记,1925-1927卷,第434页。 由此可见,陈寅克先生主张庸良长孝,难免有意气用事的成分,至少可以说并非深思熟虑。 而钱端生提出的胡适,从他自己的言行可以看出,是脱离不了小群意识的。 相对来说,叶启孙提出梅宜齐,则是深思熟虑,而又目光长远的。 曹梁结怨,两败俱伤。 最后,曹黯然离开清华园,梁启超也住进了医院里。 这段时间里,陈寅克,吴密和少壮派教授们似乎一下子统一在叶启孙的主张下,提出让梅宜齐代理校长职务。 如果不允,由评议会推选教授轮流长孝。 我们缺少叶启孙和一统一众教授的资料。 唯一留下痕迹的是吴密对这件事情的技术。 晚七杠八成迎可招网。 谈次,执曹校长即将去职。 现在进行举荐梅宜齐以教务长三代理校长, 以求迅速解决,极免寄予而安孝内之人心。 以由迎客含梁认功转见梅宇外交总长王英泰。 如梁上犹豫,则你使密附金面夜梁劝书云云。 敬请之事,迎客乃成为发纵指示之中心人物云。 这篇日记的时间是1927年11月12日。 就在十天前,陈海主张推梁起超, 迎客立主梁公来长孝,云胜于曹。 吴密日记,1925-1927卷,第430页, 仅仅过了十天,陈英克就改行登章, 并且还十分热忱地给梁写信,让他转见梅宜齐。 如果拿不定主意,便让吴密轻到天津游说。 其态度较前,可谓判若两人。 清华原理,首推梅宜齐者,当时叶启孙。 显然,能让陈英克改变主意, 并能如此深刻施以影响的, 在少壮派教授里,也唯有叶启孙。 此中详情,我们不得而知。 而且历史尚未留下任何史料,供我们佐证。 但凭着叶启孙与陈英克, 吴密之间的挚有关系。 凭着叶启孙,在清华少壮派中的统领作用, 陈英克身上所发生的变化, 不管做何推断,都会与叶启孙有关。 我们可以从吴密本人对清华校师的应对态度上看出, 朱友对叶启孙是多么倚重。 吴密初来清华,因年龄资历名望的关系, 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国学院研究院办公室主任, 而且还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校务会的成员。 而此时,叶启孙还只是物理系一普通副教授。 但是,由于吴密太过书生气, 情绪化,同时敏感而多疑, 难免在校务活动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为人诟病。 而叶启孙却以自己的坚毅和隐忍换来同事们的尊敬, 一年之后就跻身校系领导阶层, 和吴密平起平坐了。 特别是对校势,在几经挫折和浮沉之后, 吴密内心已对叶启孙彻底信服。 他曾说, 盖密对于校局, 绝随叶启孙, 沉总为进退。 吴密是何等挑剔的人啊, 就连陈寅客为人处事稍有不慎, 他都悉数挑点, 竟对叶启孙为命适从, 可见他对叶何等钦佩。 吴密在校势方面, 以忠叶启孙, 是不是也影响着好友陈寅客呢? 总之, 在罗嘉伦入主清华之前, 少壮派选择校长的标准, 似乎已经统一到如下几点共识上。 一, 无党派色彩。 二, 学识渊博。 三, 人格高尚。 四, 却能发展清华。 五, 声望宿主。 这个标准, 活脱脱是按梅一旗的画像临摹的。 这种手笔, 不能不让人想到叶启孙, 想到他身后的少壮派教授群体。 但是, 罗嘉伦入主清华, 给清华园内关于未来理想的校长标准, 提供了反向的例证。 他的背竹, 反映了一个现实, 这就是清华园拒绝任何党派色彩的掌校者。 现在, 罗刚走, 又一个不速之客, 来到了清华园。 乔万璇与叶启孙, 吴密等人均有同学之意, 他是1919级清华学校毕业生, 算是吴, 叶的师弟。 既然是清华园出来的, 当然了解这个学校特有的秉性。 他利用清华同学会的关系, 派人向清华渗透, 在师生中密之党羽, 罗家伦的背竹实际上也是他们密谋的一部分。 罗师既走, 其重心又一致对教授们的拉拢引诱上, 或许之官职, 或允之好处, 即尽未雨绸缪之事。 吴密就被许以教务长一职, 交换条件, 是在侨来清华时, 给予援助。 应有同学之意, 吴密不好得罪同学, 但让其作为, 随波逐流, 吴密也心有不甘。 在乔氏的攻势下, 清华渊的形势岌岌可危, 即使是评议会成员们, 似乎也都一筹莫展, 晚八杠时赴评议会。 诸人对于校势毫无主张, 唯一觉请教务长吴之春返校势。 而诸人各怀思见, 谬为恭敬, 而诈我于, 此引彼计。 此等心理, 及形态便于中国。 万事之坏, 即由于此。 密尸身其间, 恒多不满, 而己意莫能振奋自拔, 故事西游绝欲欲云。 吴密日记, 1930-1933卷, 第79页。 左右为难犹豫不决的吴密, 虽恒多不满, 但又莫能振奋自拔。 在这样的形状下, 他只好找老朋友叶启孙拿主意。 听完叶启孙的对校势国事的分析判断后, 吴密认为有理, 因此才有盖密对于校局, 绝随叶启孙, 陈总为进退这样的决定。 此时的叶启孙, 在罗嘉伦离去的日子里, 被清华大学推举为代理校务会议主席, 兼代理校长。 这是叶启孙第一次担任代理校长。 吴密先生对他的福音, 当然不是因为他的代校长的缘故, 而是源于他崇高人格魅力的戏意。 关于这一段巨桥事件的始末, 几十年后, 在他的交代材料里, 透露过具体的信息。 不久, 军阀严西山的势力扩展至北平, 沿上尉到北平, 但已派楚西春, 陷在北京, 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, 为北平位数司令。 约在七月中, 吴收到罗隆基从上海来电, 电文吴记不清了。 实际内容是, 上海清华同学会, 支持乔万选长清华, 乔一与有关方面, 指阎西山, 乔为山西人, 有接洽, 西校内原生予以支持。 此电文由文书科拆阅后放到吴手, 吴越后才知道, 乔有长校阴谋。 吴不得不即将此电文在校刊上公布, 否则校中员工以为, 无视参与乔治阴谋的。 吴并在电文后加了几句暗语, 实质是说, 管理清华之权在南京教育部, 上海清华同学会, 无权过问。 此电文公布后, 全校原生知道了乔治长校阴谋, 可以做些准备了。 乔为清华1919级毕业生, 留美后专习法律, 回国后曾做过律师, 也曾做过法官, 就学问, 见解和人品论, 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。 不久, 乔吉来校道任, 结果是被全体学生拒绝于大门之外。 感谢观看。